大家好 欸 這是什麼意思 好我來囉 1 2 3 大家好我們是 Tag Meal Yeah 帥 終於成功了 除了你講 還是沒有人講 拍了他媽10分鐘 除了Jung Dose之外 還有第二首歌要上線了 這麼屌的嗎 Tag Meal 對 高產 我們算是那個 庫存底的啦 對對對 其實我們寫了大概800多首歌 只是不想給你們聽聽 大概已經900多首有拍完了 對對對 800多首歌 拍了900多首 那你們介紹一下這首歌叫什麼名字 叫Carpet DM 它是一個 拉丁文的就是 Size the day的意思 就是珍惜當下 想要表達的意念就是 我覺得人生是這樣就是 喔不是囉我覺得囉 你剛才摸摸誰把這個 就是其實你的每一秒 每一個際遇 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氣 它都有可能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的決定是 比如說我決定 要往左還往右 你的人生際遇就會 因為這一個決定 而它接下來的發展 很不一樣 所以Carpet DM就是 珍惜你所擁有的這一切 不要去羨慕別人 但是我覺得就是 真的很難說 其實我覺得活到一個年紀之後 你會開始珍惜的是 我們那時候一起做了什麼事情 那時候如果我們沒有一起去幹嘛 現在就不可能有時間可以去那邊 我覺得就是珍惜當下 你自己的運氣 人事物都好 對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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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始影片 這個畫面不錯 欸我跟你說 這個海浪聲啊 是不是小吉他是半夜真的跑進去 認真的海浪 認真出路 西子灣 海豐天對不對 對 記著超清楚 如果老闆嚇了 就甩倒就好 這樣很好笑 真的蠻好 這是一盞咖啡 對 我蠻喜歡的一個咖啡廳 大壯跟小帥走進來 對小帥走進來 小帥明顯是紫色那位 大壯是愛的那位 小美等一下就到 對 老闆是小美 老闆是小美 他已經到了 不是余軒嗎 不震驚三人組 有看起來是惡霸 要進來欺負大壯跟小帥 對 就進來收保護費的 對對對 坐下來然後旁邊兩位 坐本場 感覺五個人 然後空空的咖啡廳就很吵 你知道嗎 喔 大家如果不能理解的話 可以看那個女生走過走廊的時候 我確實是在看他的屁股 然後比了一個屁股的形狀 這樣 唉唷 那樣子 然後小吉老師站起來其實是為了看清楚那個屁股 我想到拍出來調色完是這麼好看 對 因為當下在看的時候覺得 我們看那個RAW footage的時候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對 我發現那個麥克風放在那邊的話 音樂會不會收到 會啊 會啊 一定會 想要再拿過來一點 這個是男生還是女生 男啊 玉瑄呢 她演的是一個失戀的男 還是她被認錯了 她其實 人家以為她 等一下就會有 就我們剛才解釋 她今天來這個咖啡廳是因為她剛失戀 可是也許她在這個咖啡廳會遇到她未來的對象 也不一定 然後不一定就是那一隊在彈分手 然後彈完分手 對啊 對啊 可能是那個男的去找她 然後那個男的就喜歡上玉瑄 對對對 以為她是女的 轉過來嚇一跳 對 獨子獨子 沒有 亂 瞎了 瞎了 這是怎樣 然後你看 保羅決定在這一刻拿起她那個 像素非常低的 破相機 畫素好低喔 對 然後我再決定跟她比中期 又華決定站起來 很像說我的雞雞這麼大 對 這樣這麼大 這麼長 有時候長 結果保羅就為了驗證 她就跟著又華去廁所 又華就開始緊張了 操 又被她看到了 我就是瞎胡爛 他就幹 走開啊 喇叭嘴 然後 保羅不放棄 又打開門 哇 看到 哇操 根本就不像你說的那麼大 欸 然後她就往回走 就一切的機運 都是你當下那個決定 決定的下一步動作 對 她回來 喔 我就看 這麼小嗎 然後就你看保羅 哇操 哈哈哈哈 欸這樣還算大 哈哈哈哈 對 對 所以我們其他四個人都知道了 又華的真實大小 哇 這誰啊 哇 這誰 在偷拍啊 在偷拍啊 保羅 然後這時候就走回來 比了個中指 然後跟我們 然後對 小騎老師抓了一下她雞雞 發現真的那麼小 她就撞到了那個 穿黑色皮衣的 然後的小姐 然後我在跟她道歉的時候 偷摸了一下她的背 偷摸了一下她的屁股 非常細節 非常細節 對對對 然後是因為手滑下去 就在一起了 你摸到她背的時候 也要到LINE了 好厲害 好強喔 也是蠻順便的 也是蠻順便的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是因為太吵 被老闆趕出去 對對對 沒有我們自覺很吵 所以自覺 不好意思 然後你看 我跟你講我整場演的最好就是我 我演的很像我真的會抽菸對不對 喔 是有真的假的 你真的會抽菸 不學家常那個長的有點像你 應該不是 對 然後你有大家仔細看那個我把Logo擺的位置 是有經過設計 我們最後為什麼選擇這一次是用老虎Mia 英文TigerMia那個 然後她有個尾巴這樣弄出來 剛好在右滑那個很細的那個位置 剛好 但她是帶勾的 小歸小還帶勾還是OK 等一下喔 而且整部看下來她是一鏡到底 等一下誰導的 導演是誰 被誇張了 其實呢 其實這一支片是要解釋 那個瓦片的存在意義是什麼 除了想要解釋這個一騎一會就是 珍惜當下的概念以外 是想要用影片的方式來解釋那個瓦片 它存在的意義跟詛咒的過程是什麼 我跟靜宜有一天就是 如果我們可以用一個一鏡到底的方式拍攝 在一個咖啡廳裡面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際遇狀況之下相遇的這個故事 會不會很酷 隔天她就安排好所有的東西 然後隔了一個禮拜她就把我們所有人教學在那邊拍攝 哇 那果然是進移島的 因為一鏡到底 對 那天我們還想說她以後不能叫進島 她叫移島 因為她一講移島我們就 術 移島術 提湊少了 移島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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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支影片 很屌 但歌更屌 還是 不要忘記我們其實是 就是樂團 所以如果 看完影片了 還意猶未盡 還是 就在看第二次 反正就在看第三次 沒錯 不是我是說去Street Voice聽我們的 我們在Street Voice的支持有點可憐 大家聽聽看啊 然後看看為什麼我們這支影片有興奮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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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欸博恩要不要出來解釋一下 你聽聽看 啊那個台灣記我是覺得 可以啦 不要考慮了 留聲記都ok了 你標準那麼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個恭喜姓太太太 這個太太太 好那就大家看完這個MV 再去Street Voice上面 聽我們的歌 然後聽不夠的時候 Apple Music跟那個 188 順便就按一下 如果都沒下載的話 你回去 還是會收到 馬桶沒水 然後刮到 刮到奶頭 刮到奶頭 然後大便的時候 沒有衛生紙 沖都沖不掉 你媽就罵你 掰掰 法師講話要聽啦 你知道嗎 來